广告三号 屏东九如南沙路段 昨天晚间发生了游览车追撞大货车 幸好处游览车驾驶多处擦促相机外 车上23米的乘客以及大货车驾驶并无大碍 而在高雄市区同一时间 则发现了小客车疑似变换车道 超车不逊 追撞翻覆的事故 驾驶还卡在车内 一度动弹不得 导致他和车上乘客双双受伤送疑 车祸现场游览车车头整个变形 挡风玻璃全被敲碎 驾驶受困里头 驾驶是53岁的男性 意识清楚 救护人员合力将他抬到车外 下巴有约2公分撕裂伤及脸部多数擦伤 双脚遭变形车头及方向盘夹住 立即利用油压破坏器材 并与支援单位共同协力破坏车体 原来29号晚间6点多 位于国道3号南下394公里处 屏东九炉路段 游览车驾驶疑似刹车 不及撞到前方的大火车 听了解游览车上载送23位军方人员 预计前往人寿营区参与演习 除缘车司机受伤外 大火车司机及游览车乘客 皆安全无虞 同样触目惊心还有高雄顶山街的这起车祸 监视器拍到将近7点 黑色自小客车从中线车道往内侧切 却撞到前方内侧车道的左后车尾 导致黑车撞到分隔岛后 向陀螺般打转翻腹 四轮朝天驾驶卡在里头 黑色轿车驾驶和车上乘客两人都有受伤 救护人员将他们救出来送一 没有生命危险 前方自小客车驾驶则没有受伤 警方表示双方驾驶都没有酒驾 详细赵一要等受伤的驾驶 伤势好转后再进一步理清 记者许春文 邱建讯林安平 评众高雄报道